心情怎么样 我们测评都做完了 你觉得我有什么心情 难道没有一点点的惊喜吗 5 minutes later 嘿大家好 我是胡慈盖 在我旁边呢 是我的好朋友阿苏 苏兆阳 每年的9月呢 其实都是 钱包破产的 钱包破产的日子 同时也是科技圈的拐点 你知不知道这个梗 不知道 前两天客户大会 House他在说 就是每年到9月的时候 苹果都发布新的产品 然后他们的广告语都是 这是人类科技史上的 又一个拐点什么 他就说 每次为什么到9月 科技就要转弯 但是我觉得 对于你这样的一个果粉来说 应该很好理解这个梗 对吧 对 特别是今天 然后刚刚从 你的上一代 13 Pro Max 远峰来 1TB版本 换到了 这个14 其实我已经用了 新的14和14 Pro 已经用了一周了 开始翻而赛了 对 用了一周了 对 这里要打一个广告 就是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 宣伤默和宣伤默一起拍的 14 然后14 Pro和14 Pro Max 这次评测的话一定要去找一找 宣伤默老师 而且他好像还在抽奖 我是很久已经没有用过iPhone了 但是我还是蛮心动的 就说实话 很多人可能觉得它改编并不大 但是我还是买了 但是我想就是对于一个每一代都在用 每一代都在升级 并且是全上海地区最早一批用上它 体验上它并且也是拿到真机的 然后主要也是两个方面 因为这一次大家比较关心的 一个就是它的相机的升级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灵动导弹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两个聊一聊 从2015年的iPhone 6s开始 iPhone一直是1200万像素对吧 坚持了7代的1200万像素以后 我们看到安卓很多手机都是 已经异象出来计算了 iPhone这一次终于终于终于 然后Pro和Pro Max这两个机型 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 所以这是其实我换迹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因为作为一个摄影师或者喜欢摄影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是参数还是蛮重要的 是的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4800万 真的比1200万厉害很多吗 我觉得要看怎么形容厉害这个词吧 就是我觉得对我们两个的需求来说 它的4800万已经是有效的 因为它的4800万不是说你拍GPAC的时候 可以用的 它是在它只有主摄是4800万 然后只有在你打开了ProRAW的格式 然后在ProRAW的设置里面打开了4800万的选项 因为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1200一个是4800 只有打开了这个之后才会是4800万的效果 我当时拿到手机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打开 然后我想看一下它的这个像素的升级到底有没有变化 确实是有肉眼可见的变化的 而且很明显 我刚还在跟盖树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不管你放大缩小也好 好像对于照片来说你还是应该把它输出出来 打印出来或者输出出来 你才能够感受到高像素带来的魅力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记得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边 你不止一次的跟我说我三倍变焦太爽了 那对 有些你的视频你说其实是会用三倍变焦来代替相机的一些空进的 那就是这一次有了两倍变焦嘛 它虽然不是一个光学的两倍 它是一个数码裁切得到了两倍 但它依然拥有真正的1200万像素 两倍和三倍有什么区别 你更爱哪一个 我应该还是会更爱三 因为我拿到14Pro的那几天在跟薛老师拍东西的时候 还是习惯性的会打开跳到三 对 13Pro Max的长焦我非常的满意 是因为我拍的很多题材它会需要长焦的辅助 包括像人像 包括像可能稍微远一点的人物 可能小一点 然后背景比较大的那种场景 它其实长焦展现出来的效果都会更加接近于相机 或者是你拍一些特写的时候 你背景的虚化物理的虚化能够虚化到非常好看 非常自然的一个程度 有很多其他家的手机厂商 比如说像小米的12 Ultra 它的拍照也非常厉害 也非常厉害 我有试过 就是加那个莱卡的那个框 对对对 但是怎么说呢 我也有视频的需求 我觉得视频可能目前来看还是iPhone的最稳定 对 我每一年其实换手机的时候 我都想说我要去拍一个ShotowniPhone的一个短片 每一年都没拍 直到13我才开始拍了那个 那个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片子 就是我第一次觉得说 我就不是手机只能拍一小段素材 记录一下生活时间 它是真正能成为一个生产力工序 能够直接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专业创作者的一个工序的东西 你像我出门如果自己玩的话 绝对不会带相机的 因为太壮了 所以手机这个时候就可以替代到相机另一部分 因为我可能就是要马上分享到朋友圈 我不在乎它的边缘到底是否是有多真实 就抠相是有匣子 但它还好 你刚才说的这句话有一个刚好是我的问题 就是作为一个摄影师 难道你真的出门就不会再带相机了吗 就是在不工作的情况下 我是真的没有 特别是换了13之后 非诸老师很多摸入 也非常的好 这一条视频要cue很多人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 iPhone的锐化问题 从13开始锐化非常严重 那个叫什么功能 Deep Fusion Deep Fusion 对 那当时Deep Fusion最主要的原因 好像是因为低像素的原因 就是1200万像素的原因 但是升级到4800万之后有吗 有 但是我以为没有了 比之前 我以为会它会优化掉 比之前好很多 因为它上速密度更高 其实不需要做这么多的锐化 对 但是你还是能看得出来 我就是默认的相机 默认打开的相机 就是那个Normal RAW 所以就是现在都用Normal RAW来拍 拍Pro RAW 对对对对 基本上是 除非就是有的时候可能 你微信给别人发个东西 那第三个问题 其实是关于运动模式的 就是运动模式 我们在样片里面看 真的很厉害 对 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取代GoPro 不能 我可以肯定的说它不能取代GoPro 是因为它一定是没有GoPro的镜头广的 而且GoPro它只做这件事情 但是它手机它要做非常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运动模式本来我不太在意这个东西 因为第一我的手就比较稳 第二我也很少去拍那种需要运动模式 打扶运动 对 很激烈运动 第三我觉得iPhone本来也挺稳的 对是的 然后所以当时那个出来之后我兴许不是很大 但是我上手之后发现太稳了 就虽然它采切了 它最大只能拍2.8K 但是这个模式呢 晚上用可能就会比较惨烈 特别是如果拍60帧的话 那个画面基本上就像去年的电影模式一样 处在一个凑货版的那种状态 那我觉得在大白天的时候 像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要拍一些酷秀的专场 或者是你就是想要随手拍一些比较稳的那种环绕的画面 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们当时是有试过在石子路上面跑步 就是那种河滩的石子路 然后还有那个在山路上山的时候那种山路上往上面跑 你会突然觉得就是你不用再去架一个手机稳定鞋了 你就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 虽然它是有采切的 虽然它有一些妥协 但我觉得它能够在手机上面能做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够了 你还指望它能做什么呢 对 如果你有跟专业的需求 那一定是去拿相机了 去拿稳定鞋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一场过程更方便 方便很多 是个惊喜 真的好稳 我觉得对我来说惊喜不仅仅是稳 而是它的三个镜头 其实都有运动模式 对 三个镜头 四个招段 四个招段 都有这个模式 对吧 因为一开始我以为只有那个广角 因为裁剪以后刚好可以吗 结果后来发现好像都对 聊完相机 我们聊一下灵动导 对 这个东西 灵动导 我觉得它是完全体现了苹果的那种巧妙的这种设计啊 交互啊 工匠的这种精神 把一个原来可以说是有点带有弊端的这么一个东西 大家吐槽的一个挖口屏幕 变成了一个设计上交互上的创新 首先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一个东西 我刚开始看到网传的那个感叹号评的时候 我都心想说 why 你上面还留出来一点点是什么意思 但上手之后你会发现你还是会忽略掉它 而且你会被它的那个交互动画给骗过去 然后但是它那个动画出来就哇 就是震惊 就非常震惊 我觉得这是应该苹果这几年发布会做的保密 做的最好 对 就事前没有一点细节的泄露 你喜欢这个翻译吗 Dynamic Island 灵动导 我觉得还蛮妙的 因为我看了香港的翻译是叫什么 香港台湾的翻译是叫动态岛 动态岛 就很直接嘛 很直观就没有灵气 对 但灵动导你就会觉得 哎 这还蛮玩的 就灵动导感觉像是一个来自游戏世界的一个翻译一样 动态岛就是很直接功能的翻译 对 太死般了 就像任务条 就是我觉得它会比较解压你知道吗 苹果很多时候它把动画做得太流畅了 以至于你觉得手机哇 真的好流畅 但其实有的时候是骗过你的一些障眼法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相机就死机了 我们刚刚超诡异在那个App Store的时候 我的13 Pro Max打开相机而已 它卡死了 啊 要换了 我的老手机 哎 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嫉妒吧 觉得你为什么我已经有这么好的相机 你要把我换掉 然后它的手机也卡死了 那个地方气场不太对 可能就是图客在施法 林冻岛其实我有一点其实想吐槽 就是我觉得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功能其实蛮妙的 然后体现出很多苹果设计师的这种巧思 但是我不太喜欢的就是它为什么区分机型 就是你为什么要把一个软件的功能 然后要限制不同的机型 其实它完全可以再给14和14plus做一套就是适配的 我觉得它如果把这个给到14和14plus的话 这样它手机的销量应该会高 因为现在的销量最高的还是Pro Max跟Pro 我觉得用硬件来区分 比如像摄像头少一个 4800万变到1200万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理解 但是软件区分我觉得真的有点 对 这其实是 就让消费者觉得很难受 特别是其实你看这个刘海平 现在没有关机对吧 这个刘海平 其实它做一个这样的菜单 我觉得跟手机的整体性会更好 都比那个瓦孔比较好 好 还有一个我觉得要讲 啊 AOD 苹果的思路很 妙 就是 AOD其实别的手机已经出现了 很多很多了 对 有做动画的各种 你还可以设置什么自己的logo 自己的头像什么的 都很好玩 但苹果做了一个全屏的 就是它的理念是跟F Watch是一样的 F Watch不是 你这样子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亮着的 你也是可以看到的 我觉得苹果是只 苹果真的是会把很多东西 先放到App 过去上面试试 你发现 然后 然后 它整个手机也是这样子的 你很多时候才想说 我是不是没锁平 然后 但我觉得最方便的是 你现在桌面上是可以添加一些小组件 这样你打开一天干嘛的时候 会更快一点 比较适合中国国家 所以我看那个APP 我一下子那叫什么锁平启动 是不是 锁平启动 一下子就冲到排行榜第一位了 大家快去买 因为那个限时免费 不是说只有十字才能用啊 能支持iOS16的都可以用 它可以把你的一些快捷方式设置在锁平上 你直接一点进去就少了一些故事 真的好用 我我我车开空调什么都可以通过那个都可以实现了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 它的屏幕亮度又提高了 现在是1600嘛 户外峰值是2000 就是你在户外的时候 它感受到那个光的强烈的时候 它会把它的峰值拉到2000 我跟星王梦 我们在户外拍摄的时候对比了一下 但相机拍不太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看起来好像 因为还有角度的关系了 但是真的肉眼观看 它真的提升了好多 所以可以当完全可以当一个监控器 对对对对对对 确实在户外引用这个监控也是最方便的嘛 不然有其他的你还要外接一打突然 F970的电池 我打断你一下 就是屏幕亮度变高了 但是按照以前来说 它的发热就会提升 提升了以后它就会降频 然后屏幕接着就按下来 刷新率也低下来 这会不会是导致一个死循环 我再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那两天 天气气温比较正常 就是不是热的状态 所以可能要之后用了才知道 我说它会不会跟以前一样 但其实这个在13上少很多了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我那下跟小泽说到 他提起来这个事情 就是12到13 它更稳定了 就是12会有 还是有一些小毛病 在用包括像刚刚讲的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这它发现有点严重 你拿在手上的时候 你比如打游戏 或者在户外拍摄那个视频之后 真的会烫 但13就好很多 当然你在高温的状况下 你用它一定会烫的 你用FS3它也会烫的 对吧 觉得其实我们大家最在意的 还是稳定这个东西 而不是极限的一些场景 当然iPhone 13 Pro Math 在极限场景下也很厉害 我们去年 今年年初去拍照的人第五集 熊场包到现在第四集都还没有剪完 不知道这期视频出来之后 它的第四集会不会剪完 第五集的时候 我们去了哈尔滨 当时户外是零下30多度的天气 因为我们是凌晨 四五点钟去拍的 我记得以前iPhone很怕冷 对 以前iPhone真的很怕冷 11那一段很怕冷 其实到我们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苏哥做过测试 他就反正在一个雪地里边 然后iPhone一会就挂掉 嗯 以前是真的 以前好像别的手机 大家坚挺的时候 iPhone就会动到关机的那种 去那种雪山 轿子雪山都不是什么高海拔雪山 就是普通的轿子 以前iPhone对于这个温度 敏感性特别高 但是我在那个东北的时候 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正常的使用 最有问题的是我们 因为太冷了 冻到受不了 对不对 希望我们 所以科技一直在进步 人一直在退步了 你像以前我们无法想象说 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 我们拿手机相机去拍摄 因为可能人还扛得住 机器扛不住了 但现在 就是科技的进步 我觉得最大的是这个吧 就是能辅助我们去做更多 以前做不了的东西 是的 anyway我觉得就是 还是挺好 对于你来说 这两台机器 不仅仅是一个打电话 或者日常的一个 我榨干了它 对 你就榨干了它们性能 并且还 它们帮你真的是创作出了 对 创造出了很多的价值 帮我们工作室 好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之后如果有更多的 关于它的一些 好玩的 有趣的 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再给大家分享 我是傅子盖 这位是苏兆阳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 拜拜 拜拜